韓國瑜傾聽之旅第二天 脫下了白襯衫 換上了Polo衫 聽到有網友嗆聲 要對他不利 顯得愉快輕鬆 原來是媒體直播韓國瑜屏東行程時 有網友公開留言 槍準備好了言語聳動 讓維安人員也是高度緊繃 而這場傾聽之旅 和小琉球民眾面對面座談時 有居民提出要對遊客徵收入島費 對此韓國瑜表示認同 入島費這部分 應該在縣政府這個層級 就可以由議會這邊應該有機會 以及相公所這邊 應該可以報這個案子 中央我想應該可能是跟內政部 還有交通部觀光局這邊 有一點關聯性 所以這個應該也可以來思考 會贊同這個 因為這個我是覺得沒什麼效應 反而帶來反效果 遊客來看的話你們會贊同嗎 會贊同啊 早在去年底 韓國瑜也對高雄觀光提出 要課徵觀光稅 只是上任後不了了之 而同樣熟悉的競選承諾 還有這個 我要叫帶頭衝 幫農產品 漁產品找訂單 所以未來這個一定要來幫大家 你們專心去拍片 但韓國瑜上任後 到處簽訂的MOU 才剛被議員打臉 達成率不到一半 漁產品的銷售達成率 甚至只有2% 而韓國瑜現今大選民調 一直陌後對手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前琉球余會總幹事黃之福 一大早就來幫韓國瑜抽籤 父親自己去抽籃 主動幫他抽籃是不是 對 對 最後他會洪兄建太平 他會當選 總統 所以跟他現在的處境很像 對 對 對 前時末兩句必有貴人相扶持 是指副手人選將有助選情嗎 支持者也許趕到振奮最後結果 86天後見分枭 我們剛才看到有人去幫韓國瑜抽籤 抽到了上上籤 不過我們先來根據一份最新品觀點的民調 總統大選蔡英文拿下高達40.5%的支持度 大幅領先韓國瑜12.6% 韓國瑜真的有辦法像千師所說的 這個逢凶化籍嗎 我們來看看他現在請假 到底有沒有辦法讓他的民調有上升空間 來看一下我們下一張的圖卡 這個民眾是認為有高達54.8%的民眾 認為其實請假沒有幫助來救選情 來請教一下詠宏怎麼看 坦白講 我覺得韓國瑜請假對他的幫助有限 而且應該是負面的居多 尤其我們看到他請假之後 國民黨的立委 一個人出來開記者會說叫小英也要請假 我們剛才佩芬姐已經說了 總統沒有在請假 總統請假國政是要怎麼 總統沒有辦法請假 總統是要這樣請假 總統只能無法適事 不就是死了 才有可能讓副總統來處理 哪有可能總統要怎麼請假 市長也不能隨便請假 你現在是把他的作為 黑白亂倒 倒做一個好像很有正當性 這就即興演出就好演出 當然啦 真好啦 好的什麼 就是說他每天都有新話題 他每天都隨性講出一句 明天否認 就讓大家跟著做 記者跟著做 現在要說一里一修 大家也討論一里一修 現在說要廢高鐵 大家也討論 現在說要廢高鐵 現在說要國際機場 大家要討論國際機場 說實在說他拍電話說爭笑的 但是我們就被他甩的團團轉 因為古年 去年他就是這樣選上高雄市長 所以他現在複製以成功的模式 他近年也這樣 但是我要說比較重要的是 他的民調沒起來 但是我們不能掉以輕心 要怎麼講我長期做民調 我這樣說 大家都知道韓粉是很堅定 所以韓粉才有辦法 韓國瑜跟韓國瑜的支持的這些 民意代表 剛剛佩芬姐講了 為什麼韓國瑜可以綁架國民黨 因為韓粉很積極的 你看韓粉好像流寇 這真的是好像流寇從南竄到北 從北竄到中 然後再竄越過中央山脈竄到花蓮 那真的好像以前太平天國 好像流寇這樣竄來竄去 好 現在重點來了 因為有這一區始終的 所以他可以綁架國民黨 他可以綁架國民黨 他可以把這個朱立倫 比他比較專業 更有精力的把邊緣化 所以朱立倫那時候 人家自我解嘲說 他是正常論 正常人 因為那個意思是說韓國瑜 不正常 好 重點來了 我要回到民調 現在是這樣 現在他如果說韓國瑜是27% 然後小英是40% 應該這樣講 我們都知道 每一個人都有始終的 假設他的韓粉 假設韓粉很西中的 只有30%而已 假設他只有30% 但是很西中的 小英支持者有45%好了 譬如說這樣 現在差15% 長期以來不同的民調 差距大概都八大數 我拉最大 好 這個韓粉 就西中的韓粉 90% 九成的人出來投票 這樣多少 30%他有27% 蔡英文如果45%的支持度 結果他的支持者 就是自其削英文的人 只削成的投票 這樣多少你知道嗎 同樣27% 什麼意思 韓國瑜就算 蔡英文15% 因為他的韓粉 G7都很堅強 年絕度 過風下雨 處來 處來 處什麼事情 他也會 議員要出去投票 我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那天 我們台中一個記者 他坐計程車 他坐計程車 計程車 因為記者 跟另外一個議員 都坐計程車 在開槓 在說韓國瑜 選計 運將先生 運將大 聽到忍不住 大家都知道 我們計程車司機很喜歡發表國政有問了幾句 一聽就知道說 他是要支持韓國瑜 所以我們的記者朋友 媒體朋友問說 我們韓國瑜現在狀況不好 我翻譯 簡單說狀況不好 那個司機說 對啊 怎麼做到這樣 方槍走板的意思 他說 你怎麼會支持 當然也要支持 如果說跟郭台銘 經學做 我們就會贏 不管怎麼樣 就是要支持韓國瑜 這個就是韓粉的特質 你不管韓國瑜 做得這樣怎麼樣 他就是要支持他 所以我說危險在哪裡 你知道這樣 我們這樣算了 我剛才說的 尊重 小英現在是45% 支持度 韓國瑜現在30% 差距15個百分點 所以所有民調做差距最大 你韓國瑜如果九成人出來投票 蔡英文支持他的之後 六成的出來投票 大家都是27% 27%就差不多是什麼 差不多一半的人出來 剩下都中間選民 所以為什麼 我是覺得韓國瑜的信心 為什麼他有信心 為什麼國民黨有信心 基本上信心來自於這個 就是動員投票 投票率也高 我現在擔心的是 坦白講 韓粉的投票率可能真的會很高 上一次如果不是因為 有中國連續的打壓 加上周子瑜事件 還有那個時候 反對國民黨這個馬英九太久 八年 坦白講沒有那麼高的投票率 這次蔡英文的支持度看起來很高 但是 我們的人不像韓國瑜這麼積極 他的人都出來的時候 那就沒辦法了 就好像 我們出去外面也是一樣 大家在畫手拍的時候 我們這裡20個 結果只有兩個人跳出來 對手只有四個跳出來 我們就卻說了要四個 所以我講這個民調要這樣看 韓國瑜確實沒有起色 但是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他的基本盤 看起來最低最低就是這樣 他最低的狀況 這九十八 不只把100%都拿到投票 這100%就是他穩的 這是他的基礎 那上面還有哪些 這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第一個看民調這樣 我們要有信心 民進黨有信心 但是不能掉以輕心 再來我在講話說 他這個 民調這個狀況 對他 他會不會有什麼實質上的影響 我的判斷是這樣 他在複製他的經驗 他的經驗 為什麼社會接觸 我剛才偉三有說 因為他說他是庶民 其實他不是庶民 但是因為過去十幾二十年來 將近二十年 他變成一個庶民 大家不知道他 他很早就做議員 做立法委員 還在國會裡面 把旁邊打到有沒有 流血流血 他不是庶民 但是他用的語言 就是因為那時候平民 他用的語言就是二分法 你們是貴族 我是平民 你們是民進黨的 我是老百姓 我不是國民黨 他說我是老百姓 你們是執政黨 我是在野的 你們有國家機器 我沒有 但是現在不是這樣 你現在你有市政府 你有市政府的時候 你做什麼事情 你有做到哪一項 有做 剛才有我們的朋友在說 因為他才剛當選一年 沒辦法做 預算不是他編的 我跟你說 跟各位朋友報告 每一年市政府 一開議二月 就可以開臨時會議 可以開臨時會 臨時會要做什麼 追加減預算 一年可以追加兩次三次 既舊兩次 追加預算是要做什麼 追加預算是可以做新的 所有新上任的市長 都是這樣做的 尤其新當選 政黨輪替的都是這樣做的 要做什麼 沒辦法 你說他有 為他做 他都是別人在卡閃 說是中央不給他錢 現在寶可夢也說 寶可夢沒有來成為 他又說成為去新八市 不敢是侯友宜給他卡閃 這怎麼可以 侯友宜也會怕 因為你韓粉很強大 跟流口一樣 剛才我說的 韓粉九成 100%的人出來投票的時候 所以民調看起來 韓國瑜是沒有回來 沒有回來的原因 是因為他只剩下鐵粉 但是要注意的是這些鐵粉 就是他的 這個應該叫他的地板 他的樓地板是比蔡英文高的 因為韓粉比較西中 所以台灣人也要 不要說真的聽一個人 明明他太太 他的太太自己做過議員 他太太弟弟也做議員 他的岳父也做過議員 韓國中做五十年都他們家做的 哪是平民 還有一個農舍去到那邊 說他是平民 說他是庶民老百姓 哪可以再相信 這類的 他現在應該為高雄市下架 但是他不需要下架 他敢放假 他要放假 我們就選舉的時候下架 甚少把高雄市長下架 因為剛好要罷免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我們都很期待發生 下架寒流 寒流是去年來的 現在是寒假來的 希望明年 大家都不要再寒心了 就是下架他 但是要下架他 一定要注意 投票率是問題 我們投票率 不管是誰 投票率如果沒有出來 那韓粉絕對是最堅定的 到時候韓粉不是影響 這個總統選舉 選舉如果國民黨選得不好 我說實在 吳敦義是不是最大二級的罪人 我不知道 但是韓國瑜絕對 班師回黨中央 因為他的韓粉很強很壯 就直接全國串聯 就進了黨中央 我覺得韓粉的 這個堅定支持度 是大家要注意的 來 明玉姐 你有認同跟詠弘的分析嗎 雖然現在看起來 小英總統好像是 這個民調領先很多 可是韓粉 這個基本盤 真的非常穩固 詠弘講得非常有道理 對 因為就確實是 那個韓粉很堅實 就剛剛詠弘形容的 確實是滿貼切的 所以就是說 而且我必須再講一個反正 你看就是說 包括就是說 他的這個市政做不好 就我們這樣一直批評他 就大家鋪天蓋地批評他 可是你看他的民調 還可以到25% 最低到25% 就還可以雇注在那裡 所以大家就開玩笑嘛 就是除非你韓國瑜殺人 就算韓國瑜殺人放火 你韓粉還是會很堅定的支持 這是韓國瑜 他的優勢確實之所在啦 就是這個其他的 這個國民黨政治人物 你沒有看到 有這麼的 而且韓粉都是顯性的 你包括在這個總統 初選的時候 就已經檢驗過了嘛 包括你說他在洗澡的時候 還把電話簽到 這個廁所去 在那邊等電話 所以為什麼 郭台銘當時在這個 總統初選的時候 就吃了這樣子的虧 你看他的郭粉 看起來就聲勢很大 但是投起票來 哇 你看還是輸了十幾個百分點 所以這個是他的韓粉是經過 高雄市長的檢驗 也經過了這個總統初選的檢驗 所以韓粉是非常堅實 但是我們一直強調啦 這是韓國瑜的困難之所在 他的韓粉很堅實沒有錯 所以他這幾次是拜廟 你看到大家還都穿著國旗裝 紅通通的 就還是一路跟隨他 可是他沒有辦法去開剁 他的一些中間票源 這個是他的一直困境之所在 所以為什麼他的這個民調 譬如說你雇注很強 百分之二十五 那高一點二十七上下 那問題是他再上去就沒有了 他中間的這些選票都流失掉了 所以我們都在一直在就是說 跟韓國瑜講說你現在 你這個為什麼大家都會覺得說 你請假 你已經請假 但是你的行程不要還是一直在拜廟 因為你拜廟 你會想來看你的 很瘋狂來看你的 就是那些韓粉 可是這些韓粉 我們剛剛已經分析過了 你現在不需要這些韓粉 你寧可就是說 你用你請假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在家裡用工 拼國政 你至少就是說 你的國政顧問團都是一時之選 你看有前院長啦 有包括總統府的這些 以前做過馬英九之前的幕僚 他提出來這些政策 你是不是能夠消化 你不能左手一方面就說 我要跟這個蔡英文啊 我要跟你辯論 我要跟你辯論兩岸國防 但是一方面你韓國瑜 老是不用功 他現在有國政顧問團可以靠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每次開記者會 比如講到兩岸政策 他就會說我們這題 我們請張善政來回答 我們這題請蘇琪來回答 他說找這些打手 那感覺他搞到自己 變成引言人 變成主持人 不要忘記要選的是他 所以我們認為是說 你現在請假 OK 反正你已經做了決定了 你現在與其去拜廟 我們常說不問蒼天問鬼神 你去拜廟 你去鞏固這些韓粉 是沒有用的 你現在要去擴展 擴展你的中間 中間的這些民眾 你要端得出牛肉來 你要講得出東西來 你要讓人家覺得 你是合格式格的總統 所以當然最後要講個結論 就是說他一方面 我不否認 就是說他的韓粉 確實是很堅實 但是問題是 你不可能只靠這一塊贏 那當然永宏講的是 一個比較極端的狀況 就是說蔡英文綠營這邊 完全可能就是投票率很低 那對綠營來講是一個隱憂 可是對韓國瑜來講 你靠著這些韓粉 你就可以當選嗎 這個我們是要一再質疑 他的一些地方 對 確實要繼續來觀察 不過韓國瑜他擁有 這一支韓粉大軍 另外一方面 郭董他也有他的老虎軍團 好 明天10月18號 是郭董 郭台銘70歲大壽 好 昨天晚上 很多商界的大佬 都到台北米其林的三星餐廳 來幫他暖壽 好 休息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到底有哪些 重量級的人物來助壽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一襲灰藍色西裝 再搭配高檔名牌 藻紅色領帶 紅海創辦人郭台銘 在水護人員互送下直奔酒店 面對媒體追問 郭台銘原本笑而不達 最後才揮揮手說是生日餐 跨步快速走 18日是郭台銘70大壽 船出席開兩桌 不少商界大佬提前餵他暖壽 16日晚上選在台北知名 米其林三星餐廳 其中重量級大咖就是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張淑芬夫婦 富邦集團董事長蔡明忠等科技 金控銀行 星光金控董事長 吳東亮等 都來參加郭董生日趴 不過整場壽宴不開放 就連酒店也低調保密 倒不行 你知道來多少人嗎 這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都不會有任何資訊 因為這是客人的 這是部分 不管怎麼問 服務人員三間其口不願透露 但和平日相比 一樓門禁管制格外森嚴 只開放左邊小門 一進去就是電梯直達上樓 裡頭燈光昏暗 只要有人進出才會開門 隱密性高 不過再怎麼低調 商界大佬齊聚 據瞭解 除了彼此交換政經情勢看法 對於之前 郭董在國民黨出現落敗 習近賓客加油打氣 也期許郭董 接下來重心就是將 郭家軍送進立法院 成就中華民國最強外掛 好 我們剛才看到 幫這個郭董過生日的 都是商界的巨人喔 不管是台積電的這個創辦人 張忠謀 還是星光金控董事長 吳東亮等等 這個出席的每一位 含金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好 昨天喔 郭董就是完全展現了 他的商界人脈 那另外一方面呢 郭粉組成了老虎軍團 也在臉書粉絲團 舉行了一個 黑鍋立委參選人的票選 我們要請教一下佩芬姐 來看到這個老虎軍團 列出的這個五名 前五名他們說 要拒投票來教訓這些人 其實他開出這個黑名單 就是當初幫著韓國瑜 來打贏這一場初選的 這些立法委員 那有的是他的同事 有的是他的好朋友 有的就是你知道 看到他的那個 韓粉支持那麼強 所以就靠過去的也有 那這些人當然就是說 對郭台銘來說 這些人就是當初 羞辱他的人之一 而且我覺得郭台銘這些 郭粉為什麼生氣 包括郭台銘那麼生氣的原因是 他在國民黨的初選中間 因為他完全不懂政治 他是個政治素人 第一個他沒有很強的團隊 然後他也沒有真的很強的發言人 你知道他身邊也沒有 這種民意代表 能夠替他發言 那郭董本身的口才也不好 你知道我常常形容 他沒有他的蠻老子的構想 但是他沒有辦法從他口裡面講清楚 你知道他從來沒有把一個問題 或者一句話完整的講清楚過 所以他在初選的時候最後落敗 你知道他本來信心滿滿 說他99%會當選 因為他那麼努力那麼認真 然後真的是 然後這個媒體也做得那麼廣泛 但是事實上他不懂政治 所以他在最後 你知道坦白說了 在他感覺我們當初形容是 在初選這個過程中間 他是徹底地被羞辱 而且輸得很難看 你知道民調輸十幾%是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對他來說 在競選的過程中間兵荒馬亂 他也許沒辦法想清楚 他到底是敗在哪裡 等他選完以後 他出國兩個禮拜 沉浸下來以後 他發現他為什麼輸掉這一場 他可以想清楚 這場初選是怎麼回事 所以他才發現他真的徹底被羞辱 加上後來選完以後他要參選 那國民黨內部又有人罵他 國民黨又不是蔡市長 你說來就來 說走就走 然後另外還有就說 你以為你退黨以後 我們就把你沒辦法嗎 那我常常笑說 你能到把他抓回來槍斃嗎 因為你畢竟不是黑幫嘛 那當然還有就是三十一個大佬 還登的廣告 那三十一個大佬 你們還有很多人拿過他的錢 然後還這樣子 那坦然後 你知道我的說法是 那三十一個大佬中間 拿了他的錢的人 不會出十個人 但是因為那個廣告登出來以後 讓社會大眾想說 哇你們這些大佬真的是沒品沒格 拿人家的錢還要這樣子羞辱人家 那所以這三十一個大佬也被羞辱 那然後國民黨也徹底被羞辱 人家講你們國民黨怎麼都幹這種事 所以才會有後來發現 就是說李哲華就是當初主發會主任 然後被調拆 那很多人說李國華被 李哲華被調拆的原因是 他反對吳敦毅掛名這個不分區 然後他這個他因為太挺寒 我坦白說我資深國民黨 我必須承認 國民黨的黨主席說了算 沒有一個幹部敢跟主席立著來 那如果他真的是反對吳敦毅這樣 反對吳敦毅那樣的話 他不可能被調拆 換一個閒差還有同樣的薪水 他一定被開除 就把他辭退就好 所以他不是因為反對吳敦毅這個 你知道嗎這個掛名什麼不分區第一名 還是中間還是什麼之類 我覺得吳敦毅比較精打細算 他認為這場雖然郭台銘輸掉 但是以國民黨現在沒有錢沒有人的情況下 如果缺乏一個金基姆的話 這場選戰非常難打 但募款現在很辛苦 所以他對郭台銘並沒有二言相向 所以那個二言相向的人通常都被換掉 這個才是關鍵 不是什麼夫人幫什麼幫 我覺得那個是多餘的 那好 比如說這一次競選都要募款 柯文哲有開他的競選賬戶 一個禮拜就滿了千萬 可是韓國瑜這一次的募款情況不像他上一次 雖然開了帳戶但是募款的情況並不好 所以換句話說如果要打這場選戰 打總統選戰跟立委選戰的話 要很大的經費 國民黨現在沒有那個錢 不像當年你知道嗎 要大筆的錢下去 金字不一樣了 對 所以吳敦毅必須去募款 那你韓國瑜的聲望又不高的話 你募款就很難 那你又得罪這一票 就剛剛講郭台銘這一堆金主 你就完全得罪了 所以那天在工商建言會那個募款餐會 你也看得出來 有九百張邀請 韓國來了五成 但是真正到的人三十八桌 有三桌是候選人 所以換句話說那些人並沒有那麼熱衷 所以為了要募款要打這場選戰 所以吳敦毅說他不能接主任委員 他做罰一個名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這些才是真正的問題 那郭董這一次事實上是展現他的商業 企業界的實力 但是沒有人會懷疑 台灣首富沒有人會懷疑他的企業界影響力 只是如果你知道 但是他有個常數就是說 他今天不會退出政治運作 換句話就是說他會繼續玩政治 他也許不參選 可是你知道他要組第三勢力的話 他有足夠的錢去玩 你知道不管親民黨也好新黨也好 為什麼玩到最後泡沫 因為財力有限 我覺得玩政治沒有財力是很難玩下去的 來我們來請教一下這個藍營的宏廷 看到這個郭董這個老虎軍團列出的這些 這些人獵殺名單大曝光了 現在藍營的列委會不會人人自圍啊 我覺得我們最常講一句話就是什麼 就每個人都是城市不足但敗事絕對有餘的人 對這個我過去我在政論節目上 或者在政治圈上 我也常跟柯文哲講這一句話 就是說我今天可能沒辦法成就一件事情 但是我要阻止人家成就一件事情 其實這件事情相對來講 以成本考量來說這件事比較簡單 那今天我覺得要做這件事情 是他的選擇或他的權利或他的自由 但重點回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對這群人而言目的是什麼 就目的是什麼 就為什麼要沒事無聊去毀掉一些人啊 或者為什麼沒事無聊要讓人家不當選啊 那兩個部分嘛 當然就是你打從心裡不喜歡 或者你打從心裡不支持 但我還是建議台灣的社會要考慮到一點 如果你真的打從心裡不喜歡一個人 或打從心裡不支持一個人 拜託你去支持他的對手 然後比較不要用所謂的負面的這種黑髮啦 罵啦 幹狗啦 或怎麼樣批判啦這些 台灣的情緒太多了 這國家充滿了太多的情緒 沒有必要這樣子下去 雖然我知道這是成本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們要不要這種選擇 所以大家常常講說 這種你的skill 你的能力跟你的智慧是一種天賦嘛 但善良是一種選擇 所以我就說到底要不要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對老虎軍團來講 其實概念上也是一樣 就是說那你們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你們的目的是不要韓國瑜當選 那去支持蔡英文或去支持別人 這都是自由都是選擇 但是如果去用所謂就是 好因為誰誰跟誰誰是這個樣子 就開始採取這種連做法的話 那台灣就正式的進入了一個相殺的階段 那台灣如果真的要做到這種相殺 過去其實坦白講藍綠也是這個樣子 那就會讓什麼 就會讓你外在的敵人他最得力啊 比如說好中共最喜歡台灣亂 越亂越好 你們就盡量殺吧不要再講什麼建設了 不要在那邊弄這些 誰會上台就把另外一個人都摸掉 這對一個國家來講 他最希望一個國家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有必要走到這條路嗎 所以我就說對於這種看法 我覺得很簡單 就是說這都是他的自由 這也是他的選擇 但我還是呼籲一件事情 就是說民主政治如果走到這個樣子的時候 那對整個國家的發展 並不會是一個好的事情 如果今天真的不是挺這個人 請你去支持他的對手 那如果你真的都在兩個人 之間都看不到東西的話 寧願不投票 其實民主國家投票率都很低 台灣是很特別的 台灣投票率高到一個 有點誇張的階段了 對 確實民主國家 這個選民都有自己的選擇 不過現在這個藍營的立委候選人 要是真的喔 如果跟韓國瑜靠太近 可能真的會被這個 郭粉的老虎軍團給下架 我們下段節目回來 再繼續來分析 好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來請教一下尾山喔 韓國瑜現在這樣的選情 會不會因為他這個母雞的選情不好 而連帶喔 讓這些小雞立委候選人的選情 也被看隨 當然因為總統跟立委的選情 是完全沒有辦法分開的喔 因為總統造勢 他一定會到地方去進行一些 跟選民的互動嘛 那當然在地的這個立委候選人 或說在地的立委一定要相陪嘛 所以你說會沒有影響嗎 絕對是有正相關的 那當然現在小雞紛紛走壁 怕被壓死 而且最擔心的是 所謂郭董的復仇大戲 有沒有可能跑到自己身上 大家心裡可能就在盤算說 他過去有沒有對郭董 講過什麼不禮貌的話 恐怕是很擔心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郭董現在看起來已經 啊涼涼啦 反正他也沒有要選了 所以開始在進行 他的七十大壽啊 等等這樣的壽業 可是我們常常都說啊 就是說做教的已經落教了 可是台教還不肯放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郭董的支持者 真的還是很生氣喔 覺得都是韓國瑜啊 或是韓粉弄的 搞得郭董就是好像 弄得他心情不好啊 好像讓他變得是說 一般一個好好的人 然後抹黑他等等的 所以很生氣 所以弄出這個 所謂十大獵殺名單喔 來我來念念看 真的好長 有孫大謙 沈智慧 陳學勝 許淑華 李永平 柯智恩 黃昭順 陳麗娜 賴士寶跟洪孟凱 總共十大這個 準備要獵殺的人喔 就是這些都是過去 很挺寒 或是曾經有出現過 在他的造勢場合 這樣的立委喔 就是這樣的一個 老虎軍人呼籲說 藍營的支持者啊 郭粉啊 千萬不要投給他們 那你說有沒有效呢 就我覺得多多少少 還是有效的喔 比如說在一些 可能藍綠比較接近 板塊比較接近的 這樣的一個選區 確實會有一些影響 那我覺得其實 郭董的復仇 也不完全會影響到國民黨 其實也有可能會影響到民進黨喔 因為最重要的是 他一直在跟這個 所謂的 這個民眾黨做合作 那柯P他的這些候選人 其實有的就是藍綠通吃 所以郭董下去幫忙 不見得真的是 會讓國民黨的這個候選人 就是失敗喔 也可能會影響到民進黨 那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郭柯繼續的合作 還是會影響到民進黨的選情 所以立委保衛戰 是民進黨跟國民黨 目前現在最緊張的一個部分喔 就是說要如何鞏固自己 最好是讓國會可以過半 取得這個57席 那才能在未來國會發揮 比較大的作用喔 那以這個獵殺實習裡面來看 我認為比較有影響的 應該是這樣啦 比如像在李永平 在所謂的 金山萬里的那一個候選人 那畢竟他如果說 特別獵殺他的話 現在民進黨的候選人 是賴平瑜嘛 那他現在是一個 非常有爆發力的 新的候選人 那我想可能就對於李永平 比較有做衝擊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怎麼這個獵殺名單 沒有一些郭董 已經推出候選人的地方 譬如像我們新北市第10選區 林金潔 那他現在在參選 那他的這個 呃這個 郭台銘他提名的是這個 這個李靖穎 也就是過去也是 國民黨的系統的人 那怎麼沒有說 欸獵殺的順便去獵殺林金潔呢 不知道這個名單有沒有誤 那是怎麼獵殺的 我們不曉得 但我覺得多多少少 還是有一些影響 那當然最重要的還是 我認為郭台銘到底是如何 去跟柯文哲做合作 那會不會影響到民進黨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 比較需要擔心的部分 來永鴻怎麼看這份名單 現在是不是很多人很擔心 這個國民黨的母雞 會壓垮小雞 呃我確實有在我們地方 當然我不好意思說誰 因為總是國民黨的候選人 他們確實是有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總是有一些朋友 本來他看板做好了 要跟韓國瑜的看板要做好 要準備要上了 我就開個玩笑說 到時候我們講說 票頭某某某就是韓國瑜 他當然說 哪有可能我沒有在怕 講沒有在怕 兩個禮拜後看到他看板 韓國瑜不見了 我不好意思講誰 所以其實是 國民黨確實是有 尤其我們中部地區 有一些人其實是 現在會怕被母雞影響到 因為他氣勢沒有那麼強 坦白講第一個 第二個他常犯錯 第三個就是說惹到郭台銘 現在問題是什麼 郭台銘說要下架 這十個黑名單 重點是我是比較懷疑說 我不懷疑說他討厭這十個人 因為這十個都是以前幫韓國瑜去 去修理的 修理郭台銘 甚至黑郭台銘 講話也比較可能空話 比較不好聽 否則大家支持韓國瑜的人也不少 不只這十個 好問題來了 你要怎麼把這十個立委下架 因為我們的選票 我們去選舉的時候 我們的票 只要有 你要支持回到誰 我們沒有反對票 你沒有反對票 你說我很生氣 我很生氣 我一定要把他下架 請問要怎麼下架 不要去投票是下架嗎 這個通常有個行動 所以我的判斷是這樣 我覺得郭台銘這個訊息出來 如果不是媒體 刻意去做出來的 就是他們刻意要去做一個操作 有一個新聞性 因為他怕他新聞淡了 這個新聞性的下一波是什麼 這就值得注意 就是說 他現在是在放話 讓你們這幾個 包括國民黨的其他人 李偉知道說 來 你要來找我 我先跟你說 我的態度就是這樣 以前有給我看不順眼 有給他 黑我的 有給他反對的 這些韓國瑜的立委 我現在要給他處理 你要來找我 郭台銘 要來募款也好 要來找我錢 因為工廠人多 合作廠商人多 那一群企業 含金量那麼大 都他的好朋友 郭台銘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來找我 你國民黨這些的立委 包括你主席要來找我 我跟你說 這10個黑名堂 你看你們內部 要怎麼處理 他現在是告訴你說 這10個是我的黑名單 你內部要怎麼處理 再來找我講 我覺得這第一個訊息是這個 第二個訊息就是 真的要給他下架 就看他到底有沒有推候選人 你有推候選人才搶得到票 當然他推的候選人 可能兩邊都搶得到 就是我們 民進黨 韓國的可能票都有 但是他重點是說 我是說 你要有一個人出來搶票 叫我幫他下架 你沒人出來 沒人出來跟他選 沒可能下架 第三 我覺得很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重點 郭台銘他這一次書 剛剛佩芬姐講那個 我非常的贊同 就是他商場老手 但是他政治上 我坦白講 政治上也沒有那麼複雜 我覺得商場其實更複雜 重點是因為他 剛投入時間太短 整天沒什麼 可能有被騙的 我坦白講 可能被騙的可能比較多 被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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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為說我跟你十幾年的交情 我每年選舉都給你多少錢 還不報政治獻金 郭台銘自己就知道有多少 好 現在你說要停嗎 結果不停 他可能被騙的團團轉之後 他會覺得說不行 他在政治上 沒有 重點是他切心 但切心 要復仇 不是下架而已 商人要復仇 就是我要拿回訂單 我比你大 我做個行李做個比例好 有一天我給你買起來 給你吃起來 好 郭台銘如果政治上要吃起來 要處理要怎樣 他一定要政治上有他的立委 要有他的人 沒有他的立委 沒有他的政治人物 他下一次還是會跟這些一樣 被耍的團團轉 所以他要有他的立委 就跟我講說為什麼 柯文哲一定要成立政黨 原因是這樣 他在立法院要有他的一席之地 他要有他的立委 要有他的子弟兵 要有一席之地只有兩種 一種會說你看有辦法 在進出那個不分區 不分區一定要有政黨 所以政黨現在只有 跟親民黨和台民黨 可以跟他合作 第二就是他自己 推的區域立委 有沒有辦法選上 他榮獲不跟人家合作 但是他推自己的子弟出來選 但是他說 好子弟兵你選我這個 沒黨的某某某 但是政黨票拜託你回 譬如說台民黨還是親民黨 說好話 以後他在立法院就有實力 有他的立委有黨團有三個 有一個黨團有一個黨團 有一個黨團有一個 政黨票相的時候 三個人也要簽名 你五十個人的大黨跟三個人的小黨 在政黨協商的時候 權力是一樣的嘛 政黨平等原則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個政治的影響力 所以他真的要復仇 不是下架那十個啦 說實在那十個對他說不重要 他要復仇 絕對是說好 他要政治上要開始有影響力 有自己的人 不要再被刷到團團轉 這個只是第一步說 這十個黑名堂 你們國民黨看好清楚 你們要選舉 拜託我嫁夫 拜託我來支持你 你先看好清楚 你再跟我談 我告訴你 比較可能暗示著 未來要推出他自己的人 第三個就是我講的就是 他一定要下架他們 一定是要在立法院 有他的席次 有他的子弟兵 很有可能 維持他的影響力 才有可能讓他東山再起 我說政壇上 在政壇上 讓他未來才有一席之地 好 現在這個老虎軍團 列出來這個十大戰犯 可能大家都人人自圍 很怕被選民用選票來下架 而另外也很擔心的 我覺得現在命運 是風雨飄搖的 還有親民黨 親民黨現在是不是 真的要泡沫化 是不是命運 真的走到了盡頭了呢 他們到底要何去何從 下段節目回來 我們再來分析 進一會前被媒體團團包圍追問 柯文哲眉頭伸索 只嘆了一口氣 兩位親民黨議員相繼跳船 讓柯頌關係又成外界焦點 先恭喜我們黃珊珊副市長 從我們議會這裡走到那裡 這個第一次赴議會被巡 走了21年 黃珊珊座位從議員改到官員席 神情看來挺開心 林國城退黨後 大家都在猜 終究也會投靠柯正營 我是很歡迎啦 但是也要看他個人意義 不是啊你要不要邀請他入民眾黨 會啊 會邀請他入民眾黨 那這樣問題就大了 橘子變白了就發霉了 你知道 你跟宋主席的關係有沒有發霉 不會啦 柯壁證實想嚴乃寧國城加入民眾黨 讓城市親民黨的秦惠珠更看不下去 就像這個吸星大法一樣 把人家內功都吸到你身上去了 沒有啦沒有那麼嚴重 很嚴重啊 親民黨在市議會已經消失了 走入歷史了 還不嚴重嗎 你覺得如果你是親民黨的黨主席 宋楚瑜換位思考 你會高興嗎 他要退黨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是看到簡訊 我怎麼以為是 所以這個責任不在你 強調退黨是看簡訊才知道 但過去柯文哲江宋楚瑜視為政壇前輩 雙方交情很不錯 如今親民黨正式在北市議會消失 怎麼給交代 你有說要去見他嗎 有啊 他說要見你嗎 沒有啊 這就是問題嘛 你是裝傻 沒有啊 沒有傻 你智商一五七的人 講不出這個道理嗎 人家就不見你嘛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這樣做 你不但對不起民進黨 你也對不起親民黨 這算是 一個忘恩負義的政治人物在政壇 是沒有辦法得到別人的尊敬 跟有朋友的 以後誰敢跟你打交道 這很冤枉啊 實在是 強調會在和宋楚瑜談一談 只是一個多月來 對方始終給閉門跟 柯頌關係不僅迫近南緣 就怕也跟民進黨一樣變原家 好我們首先來請教一下名譽姐 黃珊珊先被柯頂挖去當北市的副市長 好現在林國成又跑去 她退黨 正式退黨 剛才柯頂也說 她有想要嚴覽林國成加入這個民眾黨的意思 林國成自己的回應也是不排除加入 來我們來請教一下名譽姐 現在柯文哲跟宋楚瑜的關係 是不是真的回不去了 確實是蠻尷尬的啦 你看剛剛其實那個 柯文哲他在回答的時候 他自己有講說他想要見宋楚瑜 但是宋楚瑜看起來是不見他啦 那當然 就是說因為柯文哲 當他決定走自己的路 自己成立民眾黨的時候 那當然對這個宋楚瑜來講 就是非常的這個 就很揪心啦 因為宋楚瑜自己也不會演講說 他當時是想要培養柯文哲接班 本來是要合作的 就很像 比如說柯文哲 當時想要立拱郭台銘選總統 結果柯台銘在最後一分鐘放他鴿子 然後這樣搞得像 那宋楚瑜的處境 有點像這個柯文哲一樣嗎 因為 宋楚瑜本來是想要培養 這個柯文哲來接班 結果柯文哲沒想到 沒有接 然後還自己另立政黨 那當然大家 多多少都會不會送啦 所以他剛剛自己也不諱言講說 他要見宋楚瑜 宋楚瑜不見他嘛 那現在看起來啦 宋楚瑜的危機 就是說他器皿黨 確實是要面臨泡沫化 現在台北市議會是臨席耶 對 因為林國城不意外啊 因為林國城的女兒 林甄宇啊 就是之前就是 已經是民眾黨的發言人了嘛 那非常活躍 也常常上這個節目 在幫辯護嘛 那其實我也 跟這個他們婦女倆 有曾經出席一些參會啊 那看得出來啦 就是說林國城 在帶著這個林甄宇 一起出席參會的時候 多多少少都一直在幫民眾黨 或是幫柯P嘛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他們的動向這不意外啦 就是說這是遲早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看起來是說 你要去檢討 譬如說像秦慧珠啦 就是去檢討說 你是忘恩負義珠 挖人家牆角 那馬上就有一些磕粉 就開始回來打秦慧珠 發現說秦慧珠 你自己也是從清明黨 去跳到國民黨啊 那你為什麼現在自己不回去 清明黨 就大家也會去哭手啦 所以我就說 這種東西政治就是很現實的事情 你哪一個黨形勢好 大家就會習歸挖大兵嘛 就是會開始紛紛有跳船草 你看當時這個國民黨最勢的時候 也是宋楚瑜也是 這個形勢最好的時候 清明黨有到三十幾席的 這個46席的席次 當時是在政壇變成第三大黨 所以我當然就是說 清明黨他有他的危機在 只要你這個政黨 是一人政黨的時候 譬如說你像是清明黨 是打的宋楚瑜的名號 還有台聯黨 當時打的是以前總統的名號 你只要是一人政黨 他隨著這個你的政治領袖 你的黨主席 開始慢慢慢慢的老去 大家就會開始 有這樣子泡沫化的危機 這個其實是可以 可以想見的啦 像台聯也是 當時形勢正好的時候 哇也是在這個 也是在立法院 也是第三大黨 可是慢慢隨著 以前總統開始彈出政壇 年事已高 就沒辦法 這個台聯黨示威 就被新興的這個 時代力量給取代嘛 那時代力量當然 他是隨著這個太陽花興起 他的就是說 每個政黨興起的背景 是不一樣的啦 只是說 清明黨跟台聯 他們就是屬於 比較一人政黨的 這樣子的一個局面 那所以這個當然 也會反映在民眾黨 因為民眾黨 現在看起來 黨主席是柯文哲嘛 那這樣現在 隨著柯文哲 譬如說他有話題性 你現在民眾黨 當然是形勢比較看好 那很多人就會 你可能不想要欄 不想要綠 那變成 你就會投入到民眾黨 所以這回事 講回來啦 這為什麼宋楚瑜 這次一定要再出來五度五關 現在我們聽到的消息 大概是宋楚瑜要出來選的 這個的態勢 是大勢底定啦 那包括他自己有考量 當時就柯文哲 就沒有要代表清明黨嘛 那還有就是 王金平又是另外一個 他考量重點 因為王金平跟宋楚瑜來講 不管是政治資歷啦 或是年紀啦 就是如果說 這個清明黨這張門票 要給王金平的話 那其實真的不如 宋楚瑜自己出來選啦 所以現在就是看起來 如果他不要讓清明黨泡沫化的話 宋楚瑜老將的最後一役 要出來五度五關再戰 這看起來是一個這個 勢必要行的 所以我現在聽他們講說 這個清明黨現在已經開始在佈局 他的這個區域立委了啦 那隨著他的部分區 也慢慢開始要 遞出一個名單來了 那只是說這一次啦 但我們不想要唱衰清明黨 只是說宋楚瑜他這次出來 就是他總統選戰 當然是一個其中的考量 總統選戰可能大家老實說 不太看好 可是就是說他出來 至少你還可以雇助清明黨 他要母雞帶小雞啦 不然誰來當母雞 我覺得都沒有辦法達到 宋楚瑜自己親自出馬 那樣子的一個效果 來宏廷你覺得這個宋主席 有沒有可能在五度清爭 我覺得機率不太大 因為政黨法改變之後 修正之後 大家就知道 小黨開始面臨他的生存保衛戰 3%有所謂的政黨補助金 5%有席次 可你從上一次的選戰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上一次的宋楚瑜 參與總統大選 他拿到13%的選票 可是清明黨拿到多少 清明黨拿到6.1還6.2 所以清明黨 有過關 對有過關 可是從13 他自己的13 到所謂他的6.1 6.2 表示什麼 表示說這個選票的連動性 並沒有那麼的鞏固 可是你要想想看 如果宋楚瑜 當時沒有出來選的話 清明黨搞不好連5%都沒有了 我同意 我同意 但是上一次的問題在哪裡 上一次的問題在於就是說 政黨的整個結構裡面 有沒有其他的選擇 今天左邊有一個台民 右邊有台聯 還有所謂的這個時代力量 綠黨這些大家全部都在求生存的時候 那第三勢力某種程度上 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上一次的選戰就是第三勢力 誰能夠承接的問題 所以宋楚瑜個人承接了13%第三勢力的選票 但是清明黨承接了6% 這一次第三勢力 在總統這邊 確實沒有人承接 你如果參選總統你可以承接 可是政黨呢 我認為會發生一樣的狀況 而且會更慘 也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達到你的目的 所以如果宋楚瑜的目的是為了救清明黨 那他出來選總統 坦白講這沒有連動性 就你可能很難達成你的目的 所以在這一點上 我是打一個問號 也就是說 他就算出來選 能不能夠帶動清明黨的選票 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我打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在於 就是說 好那台民黨跟其他的小黨 因為沒有總統的候選人 會怎麼樣的去做這種 所謂為了求政黨生存 私下的禁核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觀察點 所以我個人認為 宋楚瑜出來參選的 機率沒有那麼大 對因為畢竟就是說 就算他參選 我想清明黨的思維 是一個必然的現象跟事實 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覺得宋楚瑜是比較特別 因為等於宋楚瑜 就等於清明黨 就是他們的這個旗幟太鮮明了 所以就是說清明黨 就算在找別人 也無法取代宋楚瑜 因為宋楚瑜 我剛剛講的一人政黨就是這樣 比如說我們想到台聯 就會想到李登輝 當李登輝淡出台聯的時候 大家就會對台聯的認同感 就不在了 因為我認 我認得是這個 這個李登輝這個標誌 所以宋楚瑜 為什麼我認為說他 我跟宏廷的看法可能不一樣 我認為說他如果要出來 就清明黨 就除了他之外 沒有別人 沒有別人可以取代宋楚瑜 在清明黨的一個地位 因為大家認的是宋楚瑜 大家不是認清明黨 所以這也回顧到剛剛宋 剛剛這個宏廷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宋楚瑜得票那麼高 可是他沒有辦法轉移 因為大部分的人 就像大家會跟的是韓國瑜 韓國瑜不一定等於國民黨 所以大家才說 這個是國瑜黨大於國民黨 我覺得是這樣等同的一個道理 佩芬姐怎麼看 其實這種有兩種說法 一種就是說 因為我常常笑 宋楚瑜是議員政黨 外連黨主席 從來沒改過 但現在有兩種說法 我認為就是說 他當初那個 上一次總統大選 多了150萬票 我覺得那150萬票 事實上現在已經到韓廷去了 因為當初 多保留 總統大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